刘青松中秋节手撕CP粉与FPXV5前经理下场爆料为松松说话 连带林伟祥上热搜 数百万人气观看祥祥下棋成小老八 事情的完整起因是这样的 就在今天中秋节 刘青松更新了一条祝福微博 由于评论区存在大量的松祥CP粉 而松松也曾经多次表示过自己拒绝饭圈 拒绝CP粉 很反感这一人设 而这次在节日里又看到这样的言论 直接引发了思绍的不满 就与CP粉展开了对线 让人没想到的是 思绍顺带FPX也撕了 这波言论关系重大节奏起飞 凤粉讲思绍忘恩负义 后续V5前经理进场声援思绍 先表明自己不是蹭热度的 而是思绍合同的当事人 然后连发多条帖子 表示刘青松对FPX已经人之意境了 本可以让FPX击飞蛋打 一毛钱赚不到 林总留下1760瓦转会费 并持续爆料FPX夺冠后 给小天开了不到6位数的月薪 冠军奖金 从管理到选手教练分析师都有 唯独新一毛钱奖金都没有 这位V5前教练 直言不针对FPX的选手 教练 只针对俱乐部这些年的所有做法 如果属实的话 很难想象去年16强 在冰岛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什么的内幕 当然 这一事件还在发酵中 无法盖棺定论 但此事件最大的倒霉蛋 就是林伟祥了 本在中秋佳节 兢兢业业的下棋 结果突然被空降热搜罚站 这下主播小老爸的外号 全网都知道了 核子核子 给我看那个弹幕好狠 不敢练 别的没有 我就是有核子 没有弹幕啊 很高 那个林伟祥在啊 别的我直播一眼瞅看 狗不得很酷的 看到个弹幕太狠的不敢练 你也配进过直播间 狗不得这么这样 我上次骂你还被封了五分钟 真的好恶心 狗不得那么久我直播间啊 狗不得这么久我直播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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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不得了 别在节奏啊 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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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愿意 它不是在直播吗 我看我的软ём 有没有什么 他们想和真的 都要搞没了 狗不得了 别在 resto 真的 你怕没直播就算了 你怕热搜第四 你在这里边热雅 我跟你们讲 说的人是警戴啊 颈概 颈概真名叫什么 僕 Hawaii 颈概真名叫什么 周里盆 周里盆 这次的空降热搜事件 很多粉丝都在为翔哥叫区 因为面对FPX近几年的各种节奏 无论是CP粉 中叶头盖骨事件 世界赛16强等等 林伟祥都没参与表态过 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 大聪明 但这次被强行牵连 空降热搜让人看小老八 属实是无望之灾了 最后也希望粉丝们能理智看待 切勿把电竞圈变成了饭圈 电子竞技永远实力说话 想想前车之剑吧 搞CP粉的都出事了 最后整理前一后果不易 请大伙三连支持一波 谢谢观看